整体来看的话 感觉 套博这个阵容要打中后期了 前期对线感觉 有点被动 虽然选了个盲森加迪坦 我觉得 俄斐流斯带进化的话 下半区三打三 打不太过 但这样的话 其实对线二打二 套博下路是优势 因为你带进化的话 前期二打二你是打不过的 因为在上中 也是三个位置上面 其实都是有强力的 对拼本钱 然后俄斐流斯 能够买一首后期 套博这阵容 其实容错率不高 前期不能失误 就这个阵容 一旦练势很难打 其他三个核心吧 需要盲森和女坦来扶持一下 因为铁男打猴子 就是线上好打 但是团战的话 没有猴子作用大 而且铁男一打一 很难杀猴子 而且铁男前面 也没啥用 对 就是他只能推线 然后稍微压几个边 对 推线舒服一点 也不能帮团队做什么 对 所以铁男其实在这个版本上路 就只能说是一个替代品 对 就是一个保险 想卖保险的时候选手套 这把铁男选出来 我觉得还是要围绕下路去打了 围绕中下路打 我觉得套博想赢的话 要突破一下泰坦 如果这盘泰坦 他每走一步都很小心 那种局面的时候 套博就很好打了 我也是看出来 上下这个曲线的一个规律 乱了 就是有EZ20分钟以后就稳定优势 是 那就给你一小段 现在这上下拍是20分钟至25 这把延到30分钟了 这把给长一点 给长一点 看在发条的面子上 对吧 30几分钟发条在天下 嗯 这边一级的一个开路线 也是被OMG的视野所洞察 是的 39觉得打猴子没压力 也帮打野打下buff 强行打个电刑很凶 昨天的重任妖姬也是引起很多的讨论哈 五个征服者 哎 马上也要被砍了 实验13版本 实验12吧 还是实验13 我觉得该卡13吧 好像 就被改成12层了 而且每一层的攻击也比原来要跌 对 更拿去叠了嘛 更拿去叠就不好吸血了 但是这死的很多英雄 因为进场一波跌不满 等你跌满的时候 人都快死了 就其实确实是一个蛮明显的削弱 翻诱性确实太广了 你看ADC都带着这个征服者了 卡萨丁都带征服者 你就知道这个服务有问题 有问题 卡萨丁带征服者 让路的一波兑现 因为兵线能量相差很大的关系 369这波是要放回来一些的 嗯 毕竟帮大爷打buff了嘛 对对 哎呦 进来了 有 被逮到了 这波感觉Hiker有机会 是的 感觉有机会 卡萨赶紧摸眼溜了 有眼 不敢争了 那这波还是很转 能看一眼打个成绩不错了 但是这边预言家靠过来了 来到这个位置 哇 连中路也过来了 对上地位这么高的吗 看这边OMG没人来帮一下吗 成了成了 OMG就算有压线 要赶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也是蛮 这波感觉蛮可惜的 可能Hiker也没有叫吧 刚才Hiker 成绩好像差五秒钟 其实感觉这波 如果辅助 或者中路先靠过来了 Hiker完全能把这虎反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 这跟最近的比赛局势 就是KASA 都是KASA在带动 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兄弟们当然是愿意帮他的 因为你不帮他 你比赛节奏会掉啊 上一局就证明了嘛 是 但刚才还是反了一个 大鸟吧 是的 赚了一点点 KASA的大鸟 被Hiker偷偷地吃掉 KASA很生气 来中路帮帮推下兵线 缓和一下中路对象的压力 上路现在 这波换血好像有点换不过了 还有一个E技能 还有很生躲过了 差点B数闪现了 那这波TP要被打出来了 嗯 前面对线的话 猴子还是要小心 而且KASA在往上刷 KASA这波在塔下 是有点危险 不过 还是要摊一手的 摊一手 这个 武力盲森还没来 嗯 但他 他来了 这走位要给眼了 但是我不踢这个眼 要踢兵 过来保一下小兵 这个位置 血量 应该是要死了 这波 还没死 哇 这波闪现 魔眼闪现 强行硬杀 但是 接着就要被巨魔一顿爆锤 感觉KASA这位置也要死了 就算点满自己的征服者 也是要死了 可以给眼睛盛一下 哇 硬 还不是吧 还好 幸好巨魔的这个 强势还是硬把KASA给捶倒了 这波 涛博的月塔 只能说两个字好吧 失败 僵硬 这波 这波感觉 还算比较有点好 其他兄弟不卖KASA的话 感觉能打 KASA有点危险 对 但是你要这样想 这波 等一下KASA活了能踢 如果你不卖的话 这波可能打起来 后续可能还是打得过 再踢一个下来 对 可能Night需要靠一下吧 主要是真没想到KASA能不能打 对 其实队友卖他也是人之常情 这波应换感觉也不是很赚 那一瞬间大概有300万人 同时觉得说KASA死定了 所以也不能怪他队友卖他 好 这波猴子确实技能躲得挺多的 一个闪现一个W 没错 规避了很多伤 嗯 过来想偷一波火龙 KASA还是没有露出来的 还可以 下路现在有优势 我们自己第一身也没有看到 只能放了 但这个时间点差不多闻到味道了 可是下路的线是压住的 只有妖姬能过来帮忙 而且Hacker的位置非常的远 没有机会 上来这边打一套 OMG感觉也是意识到 但是这位置只有妖姬能来 除非妖姬选择硬托KASA人头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赶紧援护一下 差一点点其实 再给他靠近一步是有机会 爪也没视野 这波有视野感觉 对 就把他杀了 对对 感觉KASA这两盘的这种上下的 转线很快 上半也是的 下路不行 直接去上 这盘上路没打出来 直接来下 Hacker的反应也有做出来 既然你下面吃龙 那我就上面偷你野了 嗯 吃完你的大鸟 再吃你的三郎 再吃你的大郎 对 全都吃掉 这段时间感觉 可以尝试稍微中路找找机会 这波也是来了 这什么意思 哎呦猴子都过来 这波换技能换了一个治疗在身上 而且兵线不是很好 嗯 这这局都没有下路的一个镜头 看起来对线是比较风平浪静的 马哥回过一次了 但是Jacky还在第一波 这盘去看野斐节奏了呀 泰坦和女坦等会也可以跑线了 下路先做一个演 这把EZ还是选择发育一波 先出个女神之内 那这样的话对线 现在应该反倒是OMG有一个优势了 是 不过下条小浪有三分多钟嘛 看一下 马哥这边能不能利用暴风大剑吃点肚层 然后转上半去拿相分吧 这段时间其实涛博没有什么优势 因为涛博这阵容是要发育一下 等EZ两人套之后再打 是 发条需要发育嘛 但是现在涛博的优势上路有个TP差 上一波369是有省到一个TP 嗯 来 Jacky刚才也是回过了 第一波哇他第一波的潜就是水滴加十字稿 发育也是蛮舒服的 嗯 这波有折进下路也是完全不敢聘 嗯 上路大大天空直接开起来 先转一下这波巨魔是已经就位了 而且卡萨是不在的感觉三十字位 这个有点难跑 血量已经被压得很低了 即使这个时候亮出轮回绝境在轮回绝境里面 感觉打不过谁 哎 关了 这边还是要尝试去打一下 当然也是 我确实挺痛的 但是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巨魔交了一个闪现规避了这一波 只要被不要被Q的棒锤敲到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哇他369有点能打 这边有分身 Q技能还有没有CD 再等于QQA 再一个QQA 我的天哪他竟然硬换了Hacker 哇他做到了 太顶了 但这波卡萨来了之后还是没办法杀掉这个猴子 那这样卡萨可以转先锋了 他以一敌二打掉敌人两款血 哎主要是刚才没注意到这波 还没有六级耶巨魔 对的 就是杀了人之后升了六级 刚才五级的一个巨魔 其实确实是这个进度嘛 卡萨过来也是一样的 但就是说这一波被反杀杀的有点无奈 这波 只能说有点小亏 对于OMG来说有点小亏 因为这波死了之后这个先锋直接掉了 本来这段时间应该是OMG 可以主动的 对对前面的强势应该要能够化作先锋的优势 龙都已经被卡萨投了 没想到先锋也被卡萨拿了 资源的掌控上还是做得很完美 稍微稳一些 这段时间这个先锋看往哪路放吧 这把感觉可能还是要往下路去放 因为这把说实话给下路收益是最高的 感觉帮上帮中没什么效果 让EZ起的快点的话 中期感觉TOP这边撑星更快 对 罚条这边的话多点少点差不多的 越接近强势期的高峰的那个英雄 越值得这个峡谷先锋 主要EZ这个装备旗舰的话收益太高了 对对 上路现在369气势汹汹啊 这两把369的状态真的挺好的 其实整个夏季赛369的状态都挺好的 嗯 那天我甚至看到以前以前不都喊他三皇三皇吗 那天我都看到有观众喊他九爷了 我想说哇这晋升的也太快了 这赛季毕竟奈特9都给他了嘛 哈哈哈哈 就是你偷了奈特的9 现在只有9 这段时间猴子现在现在开始强势起来了 嗯 哎呦闪现硬转一波 反身一个拉但是没有拉到 第二波转直接转死的啊 快速直接打出一个击杀 不能吹啊 解说好毒 好毒的奶 然后这波猴子有红buff啊 确实很感 这波说实话没什么办法 闪现E的硬转大招 这波红buff立功好吧 是的 对 现在猴子这边tp领先的下条土龙感觉可以尝试一下 感觉现在omg打架完全不需要 嗯 主要ez这个装备也还不到参战的一个时机 而且这时间点妖姬是很强势的 妖姬配巨魔感觉逮住一个那个人不太好走 发条是还没轮到他 嗯 这把为什么感觉选发条不是很好 就没有什么太多配合 对吧 就发条没有带球的 就只能说是日女进场的时候 然后配合发条打出一波伤害 没错 而且主要是他先选吧 先选的话也不知道对方会出什么 就只能万斤有稳一手 选发条不不太怕被伤手 来下路大招 一个进化 这波进换技能 卡塔又是抓住这个视野的空缺 脱掉一条土龙 这次他也会脱了 这把下半局视野做得很好 嗯 请把omg的下半野区点亮了 这把套布的双组队现在感觉 也是对出效果来了 现在等级起来了 而且打野一直在下路 找机会去放这个先锋 这把卡塔也是想把这个先锋给阿水享用 咱们刮一下 没刮到 刮到这个位置的话 没进化了 虽然有闪现 但闪了也没有意义 而且很稳啊 还交了一个TP 都交了一个TP 涛博突然稳起来了 那这样下路他感觉直接推掉了 下路先锋了呀 让阿水单吃 小五这波有所感觉 哎这波感觉好像推不掉 推不掉 没有冰了 没有想着进种推吧 我觉得 主要冰线已经先绝了 你看小五先锋撞的时候 是开始刺塔的伤害 如果有一点冰线 让大家再留下来 多打两轮普攻的话 是推完的 主要是看时间 小五刚好像是去游走了 嗯 小五刚才 这波游走时局不是很好 说实话 上路没有先锋了 有点勉强 对很勉强 有点勉强 因为一般的话 这种就是AD少吃点兵 然后换个上路先锋 嗯 没有先锋 往上游 确实 又找到了机会 而且那波Hacker 出家门的时候 是刷上半野区的 距离也非常远 嗯 这把主要目前为止 Icon这个妖姬 没有跟队友打出什么声音 对 就他这把其实是 比较有机会打配合的 但是 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游走的机会 就感觉如果把妖姬打成了刷子的话 那就让发条太舒服了 对 主要是发条支援了几波 然后补刀现在还领先 主要是感觉 巨模也没有帮着妖姬做事吧 我觉得巨模前面如果帮妖姬 把发条闪现逼出来的话 可能不一样 确实 确实发条闪现 其实还是蛮好 蛮有机会 然后就打起来 轮回就已经点进来 这位置走位扭一Q 但是感觉这个伤害还是不太够 而且这边卡在已经就位了 小黑污出来 已经被Q锁定 被Q锁定 硬转第二波 这波还是一个波很漂亮的逃生 可是操作真的不错 从如果巨模给个柱子弹一下 但发条这个位置的话 好像没有人能够跟一个后手 有进化 没什么机会 嗯 可以解链是吧 下来之后 现在防律塔也是一丝血 但这波中野靠过来这个情报 涛博应该是知道的 嗯 眼看到了 下条龙 怎么说 下条龙 我感觉GZ的发育很好 嗯 这GZ等下把这个塔一吃 回家感觉直接冰犬了呀 嗯 这把应该是要出冰犬的 AD有点多 对对 出了冰犬之后 猴子感觉拿他也没有太多个办法 如果连15都出出来的话 就真的不怕转的 嗯 OMG还想应手 但这波预言家走位是比较靠前的 但是 不知道KASA的位置啊 对 这个位置其实有一点假熊 因为他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KASA不在的 是 主要是 鱼坛嘛 很肉 不怕被开 那这样 下一塔放到之后 感觉这个风龙 应该是 没什么 没什么挑战去争了吧 不好争了 顺波 龙增一下没增到 被指到了啊 位置上有点危险 一大堆的控制技能 还可动就没有动过 好惨 顺波感觉有点没道理啊 就为什么要上去 而且还没逞到 想保篮 可惜 没保到 没保住 你这一手我是没有料到 有点厉害 怎么了 你这就很奇怪 我没有啊 我没有很奇怪 风龙还有一分多重 时间上还挺久的 这个发育感觉 F64也得小崩了呀 这个时间 如果F64跟EZ就正常发育的话 中期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受 对 而且这盘也 也不算正常发育吧 EZ这盘 对 发育的正很舒服 很不错的 一直给了很多资源 对现在打的也不错吧 感觉就是上一波 Hacker去上路 结果被一打二那波之后 节奏出问题了 嗯 然后下路这边就是一错再错 猴子大喊一声 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哈哈哈 然后就出问题了 到处去搬揪兵 没想到师傅已经被妖怪杀了 有点惨的 这个局面 对OMG有些不利的啊 有些不利的 因为马上进入EZ强势器啊 已经进了 其实 现在这个时间 这中路感觉也打的比较难受啊 技术批发减速一下 但这么换也是血亏 没什么效果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先锋 看一下OMG有没有机会去换一下 就有没有换一下资源 因为涛博现在肯定每一条轮都要的 这个先锋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收益不是很高 对 涛博这现在处理好的话 这个先锋其实OMG也没那么好去打 对 我先不急着动手 我先把这个中路塔推了 然后再去试资源 总而言之 龙OMG最好是不要上去乱 但这边 开客已经动起来这个先锋了 打了一下 涛博正在迅速的往这个方向赶 还敢打吗 这感觉要被涛博接盘了 又是上下同时骑开花 喀萨先拿完这个小龙 也许就是知道喀萨在拿小龙 OMG才会打下过先锋 打的显得如此坚决 但涛博逐渐的靠过来 泰坦选择交散线上去硬勾一下 JK拉夫再度的接住了Q 倒在了这个先锋前 这个先锋回血了 发条大招拉一下伤还差一点 没办法赶上 但是能不能趁着杀死JK拉夫的这一段空档 感觉这波有机会 但是泰坦这个状态 有点失去战斗能力 这波其实还算是一个4打4 实际上还是一个4打4 这边是点谁吧 OMG有点脱节 369进场一个E技能没拉到 大招也已经出手 关的是一个猴子Q闪上来 巨魔这边 哦 这没血过被拍死了 但是泰坦的话这样也要 369也太挺了 哇 好 在规避的一段时间 在女坦这个时候上来一个大招定住以后 自己要牺牲的涛博 反而显得有些不理智 精准弹幕刮过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这波最后4打4还是没打过 4打5 老实说涛博没必要吧 就EZ是他们这个时间的强势点 然后一开始就没了 还要应接这一波团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 主要说想操作呀 主要刚才发条没大招 发条如果有大的话 369进出来 感觉可以操作一下 也是 发条大招刚才是最低的 这波其实客2次猴子这个大招 留的有点好 这波应该是大了4个人 猴子有大 发条没大 我皮箱就拉开了 只能说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 涛博这一波的判断是出了一点问题 我只能说小五那个闪现 开的有点好 当时第一时间没有看到EZ准确位置了 看一下 应该是EZQ是应该是用了 应该是知道 他的很难想到 没勾到 硬敲一波 选择把剧魔敲死 但这个时间点就是选择把剧魔敲死 因为自己也没办法争啊 所以其实这波相当于一换一了 这波相当于一换一了 我还行是发条给球有大 但没想到大 刚才还差一点 这个是打不过的 而且还给二飞流斯送了发育 这一点是我觉得很要不得的 对 因为你本来 你仗的就是我EZ强势齐时间点比你来的早 然后有大概十几分钟都是能压着你的头打 是 问题也不大吧 下一波阿水别再被开的话 正面我们击还是打不了 是的 主要现在EZ两件套了 开始进入强势期了 这段时间OMG还是要想办法开一波好团 就像刚刚那样嘛 对 如果你能把EZ开下来 那都有得打 或者抓个 就是主动抱团抓一个嘛 利用太坦 现在这波主要打完之后 给OMG带来的一个收益是 现在中路上的都很肥 对 收益是巨大的 冷哨好像是刚才收到两个人头 本来前面整个就是前十六分钟十七分钟 妖姬没有声音这个我们刚刚也聊过了 对 选回来了 交闪线再转第二波 能不能硬杀发条 最终是没有换下来 找到shutdown 下路的话 也想动手 但有大招轮回绝境关谁 但感觉赛不关的话 要被ICON这边耗死了 硬关了一下 关了巨魔 拉回来 巨魔交了一个闪线 再柱子卡一手 走位强势没扭掉 但感觉伤害不是很够啊 再被Q1放锤的话要出四 不过CD还没有到 就让ICON拿下了369人头 哎 超级绕后 马哥这波是没闪的 有点危险 我感觉马哥有点难受 有进化 大招进化解了 要止吗 没有止 有一个加速效果 距离不是很够 但是中路这个二塔是有机会拆的 是 应该是拆了 这个换塔 没办法回方 不过下路这边我们就还想继续推一下 下路二塔也 涛博派不出人力来防守 有选择继续推了 选择妖姬先B 啊 算了 妖姬没蓝了 嗯 怕出意外 毕竟大龙刷新了嘛 但是Hacker还是能够偷一手红buff的 这个男爵控制力 今天的应该没算进去 嗯 顺势再反个红 那下一条龙 感觉就是要打一波团了呀 是 这盘其实有点胶着了 虽然套博这个中上也算大合 但是我感觉到了后期 其实阵容方面来说差不多的 对 嗯 其实这把这条小龙对于两边来说都不是很重要 对也都还好 但这波团对于两边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这波银团可能会能拿大龙 对 两边打大龙速度还蛮快的 嗯 刚刚这边扫描开起来 现在绕到这边套博的野区里 想抓一抓雷达哥吗 但是好像已经被套博发现了 里面在找妖气的一个位置 整体太深入了 哇 稳手 两个人追完之后 接着又是辅助进来追 这波现在阿水下动力很强啊 对比一下两边 AD装备其实差的蛮多的 很多 魔切出来之后 EC就完全升华了 看这波直接把龙魂放给对面的话 我觉得对OMC来说也有点不甘心啊 也挺难受的 猴子要绕后TP了 有没有一个好的眼位 并没有 选择踢中 这边有假眼看到 风龙的一个血线 可能要去抢一下 直接动了 这边有抢的机会 有没有一手一抢勾了一下 被女坛给挡住 背后有个妖姬想要来夹身位 艾坦在 哎 但阿水这波位置很大 但是这一个链子没有住 那难受了呀 艾康只能选择拖出龙坑外 那这样就给阿水一个完美的输出角度 阿水先把泰坦给收掉了 躺地震中央的这个猴子转了一转 又一个链子又空了 把自己的闪现逼了出来 难受呀 艾康这一波 这波只能说对面走位有点好 嗯 而且风龙混了以后走位是好的呀 这位置又被逮到了 能不能跑 有机会 哎呦 不错 鬼术妖姬 那这波涛博会不会选择去动这个大龙啊 因为这波巨魔是没有闪现的 还是选择动了 因为妖姬的状态非常差 还抢不了啊 而且打龙涛博是无伤的 皮皮下来了 皮皮也交出来 有Hacker一个人要来做努力了 看了一下血量 哇 转头就走放弃的放弃 没办法呀 没闪现嘛 没闪现没有机会 走不到 走不到大龙身边就要死 那这波打完感觉OMG有点难了 这波感觉OMG 进场不太统一吧 我觉得 当时泰坦一个大只有妖姬自己进 如果妖姬等猴子两个人进的话 他不后排还是挺危险的 是的 等一下再看一下这波团吧 因为这波我感觉阿水那一瞬间 我以为阿水会秒 对猴子如果这边配合妖姬 哎 真说实话 泰坦机会练不中 哦 还有一点是刚才369打得好 哎 好像猴子要进场的时候 直接圈了吧 对直接圈了 所以才会没有配合到这一波 我们第二个还是没打到把自己闪现给打了有点难受 这波39关的很到位啊 39虽然二缸四但这把发挥其实还是不错的 是 他主要一直前面被跃杀的嘛 被照顾 嗯 现在风龙魂到手 涛博也是选择利用大罗马尔先分推一波 嗯 这波想动手吗 GRP800先破女妖 但卡萨一直帮着奈特去推边线 是啊 主要是缺四眼 所以这一波显得很没有信心呢 这把感觉 OMC这个中野有点没打出效果来 没人针对到发条吗 对 也去这边一个遭遇战 预言家上海线痛一手 一个大招甩下来 感觉效果一般 反而被巨魔吸了一口 自己是先被秒了 人全部都到位了 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阿水直接选择过墙 被分身的猴子的大招给转了起来 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追击 我感觉这个时间点 369点谁 谁要出事 是 但这波预言家也是给了一波机会 但涛博还是想要选择4打5 继续推 对OMC来说感觉也是一波机会啊 我们就有没有办法开到一波 理想中的团队 但369仍然保有一个大招 看一下猴子这边进场的一个机会吧 猴子是有闪的 高级两踏 还有点血量 但猴子这边没大招 这虽然是4打5 但是369点一个 然后杀一个出来 确实不好说 是啊 这波主要技能有点缺 现在涛博就等EZ慢慢做一个消耗 EZ配8条 尽可能是轻炸冰板 他的水还在一直被磨啊 很不好受 小兵绝了一波 让OMG获得片刻的喘息 涛博40秒决定放弃了 可以了 EZ蓝也不够了 不够了 这波其实辅助的阵亡 对于涛博节奏来说 还是有一定影响 没把上路高地 但是不过野区做事也又被逮到了 而且自己这个闪现什么时候交交了 但是又被一个链住 还是被链住了 太阳要搬 想要规避一下伤害 感觉非常的困难 再被猴子敲一棒 他这跑的速度有点快啊 这个风龙 我这风 回这个大招一触发 但是还要死 还是要死 再一个Q 轻松解决掉 看起原体回程 要来给自己的辅助复仇了吗 W套到之后 他感觉可以回来 预判Q 没Q到两边都在博心里 W技能又是甩空 后续又是一个Q Q到了 三六九也绕后了 我这波感觉 完了 吃不出沉痛的代价 这次是猴子被抓走了 DZ拿下了 双杀了 大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大师兄也被妖怪抓走了 师傅在外边被围殴了 哎呦这波 这波感觉杀完人应该直接撤的 嗯 原地回程 瘫了一点 瘫了一点 往回拉的话 涛博没法追 主要正好 他拉满球的 当着也 原地回程 这波风龙魂立功了呀 没想明白 反正是风龙魂 让预言家跑出了千里的距离 是 就感觉一个 日女跑出了一个 龙龟的小哥 差不多 上路小兵也是很给力 嗯 推掉了一个高地塔 这段时间两边应该还是要等一下这个龙的一个刷新 等老龙吧 嗯 原家刚才 被抓死之后也出了一个小鬼板奖 奈特也是又开始堵起了书 那一条不意外 招牌堵书人 他现在是几层了 我看不清 六 六还是九啊 有点远 反正不到十层 不能死一次 这盘奈特是套部这边最大的boss啊 嗯 到了后期 只要第一时间没被猴子切到的话 非常限制OMG双C的输出的 对 但其实这把也比较容易被切 嗯 没想着是好切 但是369感觉太扎实了 对对 他每次都第一时间都点到猴子 就是每次都在关悟空 那个猴子从来就进不到后面 对 感觉克斯他如果没有找到绕后TP 或者绕后的一个位置的话 对面真的应该是进不了场 是的 这个位置 埃康在绕后 埃康在绕后 埃康这个位置有没有说法 上来 踩一脚点燃挂上 但伤害不是很够反而自己 血量有点低 自己差点飞表了 金主弹幕逼到闪现 必须要闪的 泰坦上前赶紧拦一下 把EZ用大招给抬起来 断一下他的输出 这个时候猴子进到后排 但是轻松的被EZ给解决掉了 而且轮回绝境在前面是硬敲二飞流失 马克也遭到了击杀 那交了一大队闪现的涛博 奉勇向前 哇 完了 OMB挡不住了 而且这个兵线这个位置的话 是要被一波的 主要这波感觉 邀姬跟队友有点脱节了 说实话 关键是邀姬绕进去的时候 主要是 现在是 EZ是有一个死亡之物 旁边又有八表 是 一个人伤害 我觉得这波他那个位置很好 但我觉得他应该再等一下 就等一下能跟队友做配合的时候 再找这个出手 就你不但没偷到任何东西 自己还瞬间就即将被秒 那实在太难受了 你有安待住吧 我觉得 这吧 只能说比较可惜吧 是 恭喜 也是将比赛打成了1比1 打进了决胜局 我们去替这个比赛起了一个好头 但在第二局痛失好局的情况下 能否以平常心来面对决胜局呢 这盘的话 最后那波其实已经是挺大的 对 没有稳住吧 EZ和发条已经成型了 是 我觉得再往后拖的话 其实也悬念不是很大 毕竟老龙马上就刷新了 但是主要是有龙 四条龙在手里 这就是后期一个保障 虽然不是水龙 但风龙也有用 对 就别看不起风龙 说风龙没用 麻烦看一下刚才那波逃命 好吧 就拖了很长的时间 讲到里不是那个风龙 那波 不会死 后面没办法杀两个 他杀了补助 然后OMG先做视野 其实本来是一波OMG的机会 是的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两局其实显现出OMG 对于KASA是有研究的 就是 有去抓到KASA前期的进攻的一个节奏 连续两局 事实上在开局的部分 都成功了抑制的 最近没有队伍拦得住的KASA 我觉得这点还是表现非常好 必须要提出来 确实 就KASA这两盘的第一波的进攻 都被 都被撕破了 对 这是很关键的 然后但是 这局的后续就在于说 其实OMG并没有能够把谨慎的节奏延续到底吧 我感觉在 虽然开了一波阿水 还挺赚的 中间涛博的那个 峡谷先锋那波判断 其实也是失败了 但是仍然是EZ的一个强势期 仍然是在 涛博的阵容非常强的一个点上 OMG再次撞得上去 是是 369这边输出最高 我觉得这盘 MVP应该是他 应该是他 但我觉得MVP应该不会给他 不会给他是吧 因为他死他到次了 KDA不是很好 对 但是他 我觉得他打团 他应该是关键时间程 确实 OMG这边想双切入的时候 他每次都点到了猴子 而且 主要还是上路 第一波一打二 对 第一波一打二很关键 是 就虽然KASA节奏被断 但那一波Hacker也把自己的节奏障中掉了 就拿了回来 二次我觉得打的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就可惜 但也没办法 因为前面也说了 你打团面对对面EZ的时候 确实很难发挥 没错 包括这盘 我感觉 OMG的野斧 包括打AD和辅助的联动 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 我觉得尤其Hacker这把 是有点迷茫的 虽然他抑制了KASA 但自己也被抑制了 就不成样了 又是 又是一波的369硬锤 再拍 三者这把团战其实几波都发挥的挺好 是 这波发条如果有大的话 真的没那么好说了 发条就都很大 两边上来都很好 猴子这波进场位置大起 四个人也很完美 对 但这波其实实际上 涛博全赔光了 老实说 从Jacky开始就送了太多 但是后续可惜这波被硬抓 包括这里 这波是最关键的吧 是 这里猴子第一扇没进去的时候 想进的时候被点到了 就如果是棒球的话 就败战投手 这个应该是Icon 就是这这几波很关键的位置上面来讲 都没有能够打出效果来 主要说实话这把Icon就感觉 就是 Counterway出了个17 然后没什么声音 然后没有声音 Counterway出了17之后 桌也没联动吧 好恐怖 一个W一个Q能打这么多伤害 是 主要现在EZ确实有死亡之舞 就不怕 不怕你这种AT 是的 不怕你爆发 他可以闭着眼上去出去 就你跟我换血量 你是换不过我的 包括这波也是的 直接被比伞了 一套把自己闪眼打开 然后后续这边 小五上来想开 但是只勾到一个打野 然后 Counterway进场开不到 然后二飞流斯被火箭腰带突进的铁蓝给圈住 会绝境了 这场的势力子终于是平衡回来 回来一些 但是Icon也跟着涨了一些 369跟Counterway取得了一个平局的成绩 今天感觉结果还不好说呀 其实今天OMG比起之前 两场状态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好太多了 调整得很好了 对 参皇狂喜 感受到 可能欲强则抢 我觉得今天就 虽然OMG可能之前的状态很混乱 但今天确实欲强则抢 是 因为毕竟TOP还没输过 对吧 今天这第一场也是TOP这赛季手败 对小局都没输过 第一局是TOP这赛季的一个手败 嗯 我觉得 哦 先来看一下 哦 这个是三票 对啊 我觉得 此不是问题 我觉得就真的给开给他 是吧 确实很关键 对 几波关键先生 呃 你说猴子进来开团被他关了 然后最后一波二飞六四要输出被他关了 就每一波哪一波不是关键 而且他在边路扛住了嘛 嗯 其实OMG挺照顾他这个上单的 是的 但是 怎么说呢 反而让369自己休息了 确实天然这个英雄不是很好针对 而且他还打了32%的伤害占比 这个刚才也没人发现 都是打在猴子和巨魔身上 巨魔被他捶了一整路 有些多啊给他打出了巨额的伤害对吧 但但我觉得369这局确实发挥的很好 如果他没有那几波的精湛表现的话 涛博还是这局会比较辛苦 是 下一局的话轮到涛博的选边 那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一个 连续三局都同一边的 感觉应该是 可能不会换 可能不会换 因为涛博还想要Easy 啊对继续带蓝色 他也知道OMG会放 是 那我觉得OMG其实可以吧 可以吧 因为这两场其实Jackie拿了EC之后 他对线都有限权了 对 好那我们已经收到了下一局的分边 那涛博果然选择了蓝色方 双方继续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分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精彩比赛 马上回来